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贵家和阿哲是怎么回事 贵家就属于他五岁半的案子 可能阿哲到现在都办不了那种 情商不太高 智商还不错 他有异于常人的一些天赋 那些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说你后期需要通过努力能达到的 所以他可能数学比较好 他对数字会比较敏感 我自己本人数字才是很差 永远数学都很差的那种 他不太会知道怎么去跟人打交道 不是特别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很宅 然后失恋 导致三个月都没有出门 然后贵家最好的朋友就是快递员 每天说快递 然后所有东西 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都用快递的方式来去解决 贵家是个天才 阿哲就是一个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警察 办过非常多的案子 然后所以是警戒的一个传奇 然后他儿子自己也进了警戒之后 所有人都会对他有期待 很可惜的他没有参与过任何的一个 可以说出来的一些大案子 所以他算是蛮不得知的 然后又碰到桂香 然后发现这个女生 她的思考的逻辑跟警察的逻辑 其实完全不太一样 是桂香这个角色 帮的阿哲非常多 可能他在破案方面太聪明了 导致着大家觉得他在感情上 也应该这么聪明 实际上他并没有用的特别聪明的方法 大致若鱼他还没学会 怎么形容桂香和阿哲之间这种感情呢 导演的拍摄的手法就是 还没拍之前他就已经先说了 一部戏有男女主角的话 观众谁都知道 这个两个到最后一定会谈恋爱的 他说既然观众都知道 我们就不要急急盈盈的去经营 他们的感情线 要让大家觉得他们是自然而然的 就去发生了一些情愫 所以他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两个有一起互相办案 这些过程当中都还是很像工作的伙伴 但是这种情愫也说不准 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谋生出来 但是都没有特别的去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诉说爱情的这种方式的手法 我觉得蛮特别的 我也蛮喜欢的 不知道这个丹丹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是一个宅女的类型 我觉得宅不过那个宅宅吧 我可能会有一周不出门 然后就在家里看看书 睡觉吃东西 基本上除了洗澡和上厂所需要下床以外 吃饭都可以在床上去吃的那种人 哇塞 丹丹说宅不过宅宅了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小测试 来看一下哪个人叫李氏 谁比较宅 第一道题 说最长一次宅在家里头 不出门的时间是多长 还偷偷的瞥了一眼 丹丹的这个答案是7天是吧 宅宅30元 一天花30块钱 对 非常的绝节 有点自虐是因为刚出道没多久 有一年大概一整年都在忙 突然之间公司说我可以休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希望能够修得越久越好 从那一天回到家里之后 我也跟我朋友讲说 我不会再出门了 然后每天吃的东西是你们送给我 他们会带三餐来家里给我 然后我就一个月的时间都在家里面 那个时候很喜欢很喜欢玩 玩那个网络游戏 然后三十天几乎也有很长的时间都在 上网跟线上的朋友聊天 那他真是宅 真是好宅 第二道题说 最长一次宅居不洗头是多久 哈哈哈 我肯定输了 这一块宅得了有多久 大概 两个礼拜吧 国中的时候学生时期 在学校里面有蛮多女孩子会送礼物啊 一些比如比方说情书跟巧克力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我把自己弄得很邋遢的话 他们还会这样子接受嘛 然后我就大概有故意两个礼拜的时间 没洗头 然后头都已经是好像抹了很厚的发油 然后油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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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但是 是有很多巧克力吗 还是会有 没有没有这么多女孩子喜欢的 大概几天我就已经 我自己已经受不了 因为 你知道那个味道是 抬头低头你自己都会闻到 然后我就想 不会有人会接受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个性就 比较硬一点点 我就想要尝试看我可以忍多久 我输了肯定我不可能比她多 我极限忍到三天 我就忍不了了 三天其实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很多女孩子其实是不用每天洗头的 因为她们很很顾头发的发指 每天洗都不是个好事 对 那两个星期不洗头 是不是还挺保养头发的 嗯 头发变比较 少吧 柔顺吧 柔顺 黑这样子 卡住了 哎哎哎卡住了 卡住了 下一道题说 宅居的时候主要靠什么食物来维系生存 外卖和零食 外卖和零食 我会土 放很多东西 我很喜欢吃饼干 方便面 嗯 然后我就会买那些东西放在家里 看一下宅宅的这个食物 一样一样 一样也是外卖加外送 那请问就是在家里面宅居七天之后 然后送外卖的来 好意思说自己是网络单吗 还说要戴个口罩 说谢谢你 其实我不太会 就是无论我是谁 我开门不太会让他们看到我 哦 因为我穿的不会特别多 我会穿一个吊带 穿个什么 但是你会觉得 毕竟是男生嘛 对 男生其实比较没差 真的 可能在家里 穿一个随便的短裤啊 然后那种 那种内衣 然后头发现在比较长 我在家里会 会用法哭 因为我不太喜欢头发 碰到脸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 我也可以跟他们聊天 哇 对 好最后一道题哈 就是宅在家里的时候 你们都在做什么 看片和玩狗 对 电视剧也好啊 嗯 电影也好 然后我都会在家 花蛮多时间 就赖在沙发上面 然后看着片子 那因为我有养狗 嗯 所以呃 看了一段时间 我休息的时候 就陪狗玩 把狗都玩坏 三十天 狗的头发都没有了 狗的毛 狗都觉得说 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 什么时候带我去洗澡 会会带他们出去玩 看一下丹丹的答案是 看DVD 吃 睡 弹琴 就是我喜欢 我可能 学很多东西 但每一样都不是很精 但是我会把它 塞到我的所有的时间里 嗯 看你说你这个生活这么丰富 应该可以 撑得更久一些 不仅仅是七天啊 对 而且我就属于 你看我这些东西全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 在床上完成的 嗯 吃DVD可以在床上看 吃东西可以在床上 睡觉肯定了 然后因为那个 你要先 电钢琴 它其实没有很大 放在床边就可以 其他大提琴都可以 坐在床上完成 丹丹的行为 这真的蛮宅的 蛮宅的 我觉得因为 我是没有办法 一直待在床部上的 然后都不准 都不下床 没办法 我在家里还是会 会动一下 对 所以我相对起来 我好像没单单这么宅 所以说今天这个宅神 可能会是单单 对不对 对 因为三十天我只有七天 那这样好了 我把这个宅神的桂冠给你 你可以给谁单 好吧 哇 恭喜宅神单身 不期待了 我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片子里面 除了宅的元素之外 还就是侦探的元素了 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 这个侦探已经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跪向 他因为已经有经验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他肯定 就像阿哲在戏里就说 说他是有牌的 我是没牌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不太适合警察去做的一些手段 但这个手段是力干净有效的 我系里那个角色是对数字比较敏感 那里面有很多 有关于数字方面的事情 我都很快能够去破解 你不知道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能通过一点点细节 就可以知道大概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女生可能有天生的那种敏感吧 第六感 然后我一拿我的衣服 这个我姐应该穿过了 脏了吗 这些都一些小的事情 难怪我是演警察 太规矩了 因为职业是艺人 所以可能出门一开车 就会特别敏感 有没有狗仔在跟车 停红灯的时候 他们还故意插到旁边的旁边停 有的狗仔会故意逗你 故意开到你前面急刹车 在你旁边挑衅你 我有遇过 那现在都还好 就没事 所以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只是我车很久没开 你知道吗 然后我可能半年一年没开 我必须要得开它一个小时 出去外面绕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伴陪着我 我也不会孤单 我就觉得还好 不过我觉得空说 这个空说是无凭的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来看一下 究竟是这个桂香 比较有这个甄别意识呢 还是阿治 比较有甄别意识 好吧 我选了四张照片的 这四张照片呢 是分别是和这个 单单合作过的这个男艺人 准备了四个 然后呢 一会我们只是通过眼睛来看一下 嗯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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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